未来十年比买房还赚钱的六大产业 普通人可以提前布局 告诉你未来的经济趋势 支持我的请长按点赞三秒 给个超级点赞 接下来全是干货 圈个有用 产业 第一服务产业 我国制定了2035年远景目标 15年以后 我国中产阶级将有现在的4亿人 上升至8亿人 更有专家表示 15年以后 我国将实现人人有房住 那确实 根据数据显示 现在的家庭住房率就已经达到了96% 那么问题来了 未来大部分人都会变得更加富裕 人们在追求产品本身性能以外 更追求其背后的服务 像家政服务 家庭月扫 快递外卖 医院的护工等等 这些工作都将会受到更多的市场追捧 我有一位远房的亲戚 两夫妻都是在做医院护工的工作 那妥妥的一个月 小两万元的收入 他们干了十多年的时间 在现成就已经买了三套商品房 我们现在也发现了一个社会现象 那就是随着大学毕业生人数的增加 社会不缺做办公室的人 而是非常的稀缺 冲在市场第一线的人 那所以说 未来深根服务性的行业将会有大有可为 第二 数字产业 我国已经正式从传统经济向数字化经济转型 那随着互联网大数据的发展 我国将会迎来更多的商业机会 比如像人工智能 智能家居 机器人 在线看病 在线办公 在线教育 电商直播 等等 那这些行业在未来都将会迎来不错的发展商机 那我们就拿机器人这件事情来说吧 那未来就会有很多的养老院会配备机器人 那一来他们可以看护老人 减少人工 那二来他们也可以陪老人是聊天解闷 减少老人的情感空缺 所以说 未来将会是数字化产业 大数据时代 那一切以大数据互联网 作为核心的产业都将会迎来不错的发展商机 第三 文化产业 我国在未来5到15年将会大力的扶持和发展文化产业 繁荣文化事业提高国家的软实力 我们可以看到阿里现在有阿里影业 万达有万达院线 腾讯有腾讯视频 恒大有恒大院线等等 那可以这么说 现在大部分商业大佬都在纷纷的布局文化产业 那当然文化产业除了影视以外 还有娱乐 图书出版 商业演出 新闻传媒 卡通动漫 网络文化 表演艺术 包括现在的新媒体等等 那这些行业在未来都会得到很不错的发展商机 第四 养老产业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到来 未来围绕着老人服务的产业肯定也会大有市场 那比如像老人大学 养老保健 休闲娱乐 养老金融 家政护理 保健饮食 法律援助 等等 那我觉得还有一个老人市场 那就是老人防骗教育 那前几天网络就爆料 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结果就被骗了一千多万元 那现在的老人们啊 还真的是不能小瞧 有钱的老人也大有人在 但是呢 他们岁数大了 很容易就会亲信骗子的谎言 从而使自己上当受骗 那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老人防骗机构出现 肯定也会大受欢迎 第五 金融产业 金融业是一个传统行业 同时在我国也是一个发展中的行业 因为经济越发达 金融行业肯定就会越发达 那而且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开放 外资银行的进入国内金融机制的改革 那民营的金融机构 保险机构 也会再增加 那金融行业在未来就有很好的发展前景 那随着我国金融行业的发展 那未来对金融人才的需求就会很大 那尤其是紧缺金融分析师 那金融工程师 特许财富管理师 基金经理 金算师 投资经理 继查监管人员 产品开发人员 后台工作人员 等九大类的人才 第六 新能源产业 提到新能源 这个就更不用说了 那就是节能 环保 高效 随着社会资源有限 全球高温的到来 新能源的应用是迫在眉睫 像现在的新能源汽车 新能源发电 碳中和 节能减排等等 那这每一块都得到了资本市场的追捧 新能源四大核心要素 那就是水 电 风 气 新能源围绕着这四大因素 进行升级改造 那未来 凡是和这些挂钩上的产业 都会迎来不错的发展商机 未来十年 比买房还赚钱的六大产业 哪些产业 我们普通人可以提前布局呢 说说你的看法吧 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